张小凡先生,你考虑清楚了吗?你确定要起诉你亲生母亲吗? 法官大人,我考虑清楚了,我就是要起诉他,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,也不配做我母亲。 小凡,你真是大言不藏啊,我生你养你,现在你却不认我这个母亲,你的良心呢?你良心是被狗吃了吗? 竟然还要起诉我,什么说我也是你亲生母亲,你就是这样对待你亲生母亲的吗? 张小凡先生,你为什么要起诉你的亲生母亲,请给出合理的解释。 法官大人,一个星期前他来到我家找我,一见面就说搬来我家住,让我给他养老。 更可惜的是,让我把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他保管。 我听到后没有理会他,让他赶紧走,他不但没走,还不停地在我家小区里闹,到处说我不赡养他。 说我不孝,败坏我的生育,所以我不能容忍,我一定要起诉他。 小凡啊,我现在老了,没人照顾我,你是我儿子,你不养我谁养我啊? 你不知道吗,赡养自己的母亲,是每个儿女应尽的责任啊? 我知道啊,但是你根本不配做我母亲,你也没资格让我赡养你,因为你的心真的太黑太狠毒了。 儿子,你什么能这样说我,你有没有把我当长辈看待? 难道你不养自己的母亲,你的心就不狠毒了吗? 肃静,这里是法庭,请保持安静。 张小凡先生,我国宪法第49条,成年子女有赡养付出父母的义务。 赡养自己的父母,确实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,这也是你的责任。 小凡,你听到了吗?赡养父母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,这是你应该尽的责任。 这下你没话说了吧,所以我让你给我养老,每个月把工资拿给我当生活费,都是你应该做的。 真不要脸,还指望我给你养老,想得美,更别想拿我工资给你做生活费。 法官大人,请你听完我的证词,我一定要起诉她。 在我刚出生的时候,医院检查发现,我有先天心脏病,她怕我后期治病花太多钱,就把我抛弃了。 那时候是冬天,她把我放在外面就走了,天空中还下着鹅毛大雪。 要不是隔壁村的黄阿姨出来干活时看见了我,也就是我现在的养母,要是没人发现我, 我就要被活生生给冻死了,我养母把我抱回家之后,到处向别人打听,才知道是她把我丢在冰天雪地里。 我养母后来打算把我给送回去,可她见到我后,还怪我养母,把我救了,更不认我,还说她从来没有生过我,我养母没办法,只好把我抱回去自己养着。 法官大人,你不要听她的谎言,她为了不养我都是胡说的,我当时并没有抛弃她的意思,只是发现她有先天心脏病之后, 想着去外地打工赚钱给她看病,带着她又不能出去打工,无奈之下,我才让隔壁村的黄杰帮我带她一段时间。 老太婆,你可真会编故事啊,既然你是为了赚钱给我看病的,那我问你,当初我去找你借钱做手术的时候,你为什么把我轰走? 还说你从来没有生过我,法官大人,我要遗迹罪,起诉我这所谓的母亲。 张小凡先生,你先不要着急,我想问一下李崔花女士,张小凡先生说的情况是否属实,你还有什么补充吗? 法官大人,我没有想要抛弃她的,我真的要去外地打工赚钱给她治病的,再说了,我当时给过她两千块钱呢。 小凡,难道你养母没有告诉你吗?看来她是把这个钱收到自己口袋里了。 我呸,这钱根本就不是你给的,当时这附近几个村都知道我这个情况,大家一起组织给我总共捐了两万多块钱,正巧的是当时村长遇到了你,他想着你是我的亲生母亲,就让你带着钱到医院给我把费用交上,顺便跟我养母分担一下照顾我,可后来呢,你自己却私吞了这个钱,根本没想去医院给我缴费。 你可能也觉得良心过不去,破别人拿两千块去医院给我养母,还说是你自己的钱,之后就消失不见了,你现在敢做不敢当了。 不是的,法官大人,这些都是小凡乱编的,你可千万不要相信啊,不能冤枉我啊。 法官大人,我没有乱编,我有证据,这里是我这些年收集到他抛弃我的证据。 小凡说完就把证据交给了法官,法官拿到证据后,发现情况属实,小凡的母亲确实构成了遗弃罪。 小凡,你可真有本事啊,就因为我让你给我养老,每个月把工资拿给我当生活费,你就要起诉我吗? 我千不该万不该,把你生出来,你真是个不孝子,白眼狼啊。 老太婆,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是不想给你养老,才起诉你的吧? 你根本不知道,你还做了一件让我特别想打死你的事,让我对你彻底怨恨起来。 在你消失后的第二年,你又回来了,那时还搭着肚子回来的,不久之后我妹妹就出生了。 你生完不久就把她丢给我养母,你说养一个也是养,两个也是养。 我养母本想反驳你,可看着我妹妹之后,就心软了。 我养母也知道,如果她不养的话,放在你手里,我妹妹还不知道会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? 所以我养母只好硬着头皮养两个。 之后的日子里,我和我妹在养母那慢慢长大了。 突然有一天,你到我养母家来,还买了很多礼品,你说你想女儿了,想接我妹妹去你身边生活。 我养母本以为你良心发现了,就同意你带她走。 结果我妹刚到你家,就被你关在房间里。 我妹觉得不对劲,你肯定不安什么好心,想要回养母家。 结果门怎么也打不开。 之后,我妹就听到你和另一个女人在外面说话。 你们要把我妹妹给嫁了,彩礼你也谈好了。 可当时我妹妹才十五岁啊。 我妹听到后,给吓坏了,就把玻璃窗打碎了,爬出来,逃回了我养母家。 我妹妹回来后,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养母。 养母听到后,十分生气,就去找你理论,还和你吵了起来。 原来是隔壁村的老公棍五十了,都娶不上媳妇。 她知道了我们家的情况,就托人去你家说没。 之后你见钱眼开,就以五万块的彩礼作为交换,便同意了这门婚事。 我养母极力阻拦,说我妹妹是她养大的,你没资格和权利这样做,可是你被猪油猛了心。 满脑子是那五万块钱,把我养母骂了一顿,还说我妹是你生的。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,轮不到别人来管。 之后还把隔壁村的老公棍叫来,强行带走了我妹。 我和养母去阻拦,还被你们给打了,我们就眼睁睁看着你们把我妹带走了。 再后来,就听到了我妹男产大厨学去世的消息,我和养母整整哭了两天。 李穗花女士,张小凡先生所说的事情你可认罪。 法官大人,没有啊,我没有这样做,这都是小凡乱说的。 她为了不认我这个母亲都是胡说的。 老太婆,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要狡辩,你心肠真狠毒,心真黑啊。 如果你还不受到惩罚,那我真的对不起去世的妹妹。 你做的那些事,你以为别人都不知道吗? 你根本就不能称之为人,你就是个恶魔。 法官大人,这里有我刚才所说的证据。 随后小凡又递交了所有证据,因为证据充足,小凡母亲被判无期并罚,她终于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 你们支持小凡的做法吗?